大家都叫我玻璃娃娃 当然我可不是玻璃做的 意思是我很脆弱 不过玻璃虽然易脆 如果好好保护 也可以散发一生一世的光彩哦 玻璃娃是一种先天性的产传疾病 属于含电疾病的医疾病 那它最主要的是 因为它的鼻子很容易松碎 就是很容易的鼻子 所以它的才会俗称叫玻璃娃 像玻璃一样的松碎 然后很容易就碎掉 可是玻璃娃娃是它的俗称 其实它正式的学名应该叫做 先天性成果的权重 好可爱 好可爱的 后来怀孕比较后期的时候 就会比较顶到一个上面 那因为我女生来的 我的腰和胸部这样真的是很小很短 她整个背上这样 好像都挤在一起 那真的怀孕到后期真的会有心 因为我俩配合医生 我要比一般的人多做个检查 所以我儿子是正常的 所以说当然以我这样来讲 她真的也是很辛苦 因为有很多事情 我不能做到一般妈妈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以她来讲 其实小孩子本身也是很辛苦 因为变成我没办法做到 我要教她自己做 这样的时候也不是 对嘛 之前不是嘛 你是不是在民主开放 你就要接受民主开放的结果 因为她之前可能她做什么事情 或者是走什么路或什么 后来她有受过伤 她可能就会告诉我说 你不要小心 或者什么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打算说 不行我这边这个东西这样 我不能再做 所以我就开始找男子 所以我要找适合她 可以做学的地方 因为我自己受过这个语言 我就不知道说 为什么以前学校也比较少 所以我以前读国小的时候 国中的时候 就觉得好远喔 我为什么要走那么远的地方 去读书这样子 她的小学跟国中 欸 九零 我就不用担心她的那个 那个那个 救贤力 所以我又去找了 小学的时候 找这样子 然后我就在就近找男子 对 我很少 对 大山吧 大山 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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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十五 对 原本是学校的自工妈妈 那学校自工妈妈接触的就是 小朋友啦 那学校自工妈妈的老师这样子 就是会通常就是两三位的妈妈 会服务 因为她们会上一堂课 然后学生过来这样上一堂课 她就接完书啦 要接书啦 专业书嘛 这些书母这样子 那后来当他们的那个警察局在到学校自工妈妈生日金龙妈妈的时候 我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来服务更多的营业还是法师最精神的 然后我想说如果我们来再加入我 是可以扩大我的服务来服务更多的 属于是我又加入了这个警察局的事报 那我目前有一个就在我最近的这个山隆区的常态方面 今天我们自工妈妈她在我们派出所 真的是协助跟服务真的是很多 那像刚才有提到的 民事的老人儿童她们身体 她们来的时候精神都知道 惊慌失措也需要人家的帮忙 那我们自工妈妈她们开到这些 民事的老人儿童她们就先 会先用柔性的力量 那这些民事的老人小孩 让他们的恐慌的程度降到最低 因为我觉得警察不是阳刚 阳刚里面的 而且还有一些柔和的力量 然后可以让民众可以 对于我们政策的一个执行跟一个宣导 更容易接受 那这边还是很感谢我们自工伙伴的一个朋友 谢谢 其实那个 其实那个 他们警察都没有进来 真的不知道 那一进来 他一直都不知道说 那个姐妹那些很忙 有时候像那个夏天 冬天这样子 下雨啊 抓会下雨 然后他们要穿的那个衣服 很厚 然后又备了那些重的东西装备 因为我们是当妈妈的人 所以看到他们一些年轻 这样子 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轻 就好像自己的小孩子一样 满身搭暗 风吹日晒 很辛苦耶 然后你站回来 我们看了都觉得 哇真的很不行 我的生命充满艰辛 但是我一直相信自己 所以我努力 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家庭 我也是一个快乐自主的妈妈 我的心里充满感恩 因为疾病的关系 使我更加体会到人生的午餐 所以我总是珍惜每一天 把握当下 努力快乐的生活下去